主席,我剛剛聽完局長的解釋 也看到他的答案 表面上是講公平 表面上是講共融 表面上是講道理 但是完全失去了焦點 這些擺明是披著羊皮的柴狼 但是你仍然都是善待它 你忘記了2014年的佔中 忘記了2019年的黑暴風波 而這個根本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 接下來的風暴 但是你沒有知覺,上兩次都沒有知覺 這次再沒有知覺怎麼辦 你在你的答覆裡面雖然說 我們有兩種處理的 如果奧林匹克首級優先對待 12個月前可以預預預 第二個優待就是 那些是三個月至六個月左右 然後你的答案裡面就是第二段 其實就是教路 葉劉淑儀議員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還可以 因為是香港註冊的組織 你有六個月預備的 還有其他怎樣怎樣 最後那兩段就根本已經教路 然後最後那段就說 我們要共用 我們互相尊重 我們要不要歧視 但是你說這些話 有沒有忘記到 國家安全法第23條 我們要提倡的是什麼 是良好的風俗、良好的習俗 要小心有一些不良的意識形態 這個 你兩位局長都要兼負這個責任 如果今天你還是迷迷惘惘 糊糊塗塗 人港共融 你又去共融 最後你就被人融毀了 你都不知道 連國家安全這條底線 你都不守 然後你容許這些 以一個叫做 是 是 同樂會 還要上去跟奧林匹克尼比較 我告訴你 要平權 羅賓漢去劫富濟 你都讓他去打劫更好 都不用我們寫福局 是不是 不是這樣 主導在哪裡 要搞清楚 何君堯 請你提出你的問題 我提出的問題 局長 是很撇脫的 你有沒有問一下 國家安全委員會 就著這個同運的活動 有沒有符合 不單止維護國家安全法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還有 是符合了23條 這個國家安全法 是中國那個 哪個 哪個 憑委員長 我嘗試回答 在這方面 之前我都說了 在國家安全法方面 各個部門和政策局很重視 所以就著我們的一些政府的場地 尤其是政府場地 我們都就著國家安全的要求 我們加強相關局的管理 去避免任何 就是好像刚才议员讲到 会不会披着羊皮的 是蒙运利用了我们的场地 去推动一些违法的行为 当中也都包括我们一些体育设施 文化设施 这些我们是看得非常之谨慎 所以这个议员是不需要担心 当然就此共用 或者是国安那时候 国安我又不是一个委员 但是我相信相关的部门 是会审慎去处理 任何这些会带来 香港国家风险的一些问题 当然就着共用的一些活动来说 刚才我认为政制局都答了 那么我这里不重复了 多谢主席